俄罗斯空天军是俄罗斯武装力量三大军种之一 2015年8月1号 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命令 俄军原空军和空天军防御军合并组建成新的军种空天军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在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俄罗斯成立空天军 能够统一的制定军事技术政策 明确军队在空天领域的任务 而且更密切的一体化整合 可以提高作战效率 五年来俄罗斯空天军在叙利亚军事行动 常态化战备巡逻等各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部队的武器装备更新换代 更是处于快车道 现代化武器装备占比超过70% 包括苏30SM、苏34、苏35S 改进型米格31BM等战机 和卡52、米28N、米35M等新型攻击直升机 以及执行运输救援和攻击任务的米8直升机 有20多个航空团完成了新武器换装 在莫斯科州的训练场 空天军模拟首都遭遇大规模空袭和导弹袭击 俄罗斯S400导弹迅速反击 通过先进的通信卫星系统 俄罗斯空天军指挥中心 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每一枚导弹和每架飞机的位置 对作战型实时指挥 据报道近年来美俄两国之间的空中博弈大有欲言欲裂之事 仅今年7月份 俄军就7次在黑海上空监测到美军的侦察机 并对其实施拦截 分析称 组建空天军是俄罗斯对应新威胁的回应 现实威胁之下 能够有效钳制对手信息作战和防空反导优势的 唯有空天力量 就俄罗斯对应新威胁的回应 暴览保佑